这么快 你就到家了 真是啊 怎么跟您在一起 时间都过得那么快啊 要不咱们再去泡泡巴吧 不可以 不可以 你看现在几点钟了 太晚了 干嘛呢你们 干嘛呢 好好往里 这么晚我担心你出危险 我出来接你 你给我搞活 听你 这位先生 这种话不好乱讲的 她是谁啊 这个我们主任 对 我姓梁 叫梁佩毅 大家都称我佩毅 佩毅 佩毅 我打的就是你佩毅 你干什么 让开 你冷静点啊 杨洁废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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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吃过你老婆豆腐啊 你别跑啊 主任 你快走 主任 你快走 我废了你 我跟你说我不能走啊 我必须跟她解释清楚才对啊 你快走啊 主任 是你大爷啊 我跟你说你别这么激动她 我今天弄死你信不信 你不可以骂人哪 主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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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走啊 一定要心明气和跟你老公 解释清楚 一定解释清楚啊 在北啊 是 奶奶别跑 孙哉别跑 我 你干嘛呀你 你干嘛呀你 你不就想离婚吗 好啊 那明天咱们就办手续 你 杨洁 你给我离婚 你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行 来回家看看吧 我说你丢回到人 那时候不阻碍 你怎么把我放在地上 你别乱跑啊 要不那个吃衣水果 我 我不要 我不要吃 你不要客气 我真不跟你客气 我这两天吃很多了 营养过剩了 我跟你客气干什么 补充点维生素呢 对了 我这两天身体不太好 就不给你做饭了 你就先将就一点 吃点方便面 过短时间等我身体好了 我不给你做的好吃的 你 你要这么说 就太客气了啊 太倦满了 跟你说真的呀 你 待会休息啊 你走 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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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 你愣在这里干什么 干吗不回家 我在想一些新事 不是 我想那个电脑芯片的事情 公司的事情不要想它了 烦得烦死了 烦死了 你这什么东西啊 我煲了点鸡汤 准备给秦月送去的 那 那我来不了 好 好 小心点别撒了啊 小心啊 杨东在不在家呀 来来来来来 来喽 姐夫您好啊 好 姐夫 这是 怎么样 姐夫 这个 姐夫 对了 这是你姐姐给你熬了点鸡汤 她让你一定要趁热把它喝喽 你跟姐姐说不要麻烦了 每天上班那么辛苦还给我熬 我没事情的呀 这是你姐姐的一点心意嘛 你们俩一起喝喽啊 谢谢姐夫 姐夫 你怎么脸色发白了 又跟姐姐不关心啊 还疼得了 姐夫再见 喝点汤啊 我不喝了 我本天 你喝了吧 那对我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就给我留 我明天中午喝就可以了 你早点休息啊 好 晚安 晚安 你怎么泡脚泡那么久啊 泡了什么啊 老公 老公 你发什么呆啊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你刚刚是不是送汤去了 送汤去了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发现了 你也发现了 你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送汤 你干什么呀 你怎么了 泡脚啊 我问你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有问题 一个睡沙发 一个睡床上 中间还拉个帘子 你不觉得很怪异啊 没发现 我现在去发现一下 你怎么了你 魂不守舍得大飞所问 不跟你讲了 定有叹气 赶紧的睡觉了 来 去吧 喂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大爷你 对是这样我给您解释一下 我前两天呢出差了 这个太忙了 我一忙就给忙晕了您知道吧 您知道吧 就把这事给忘了 您看 要不然我今天晚上 或者明天 我给您会过去 哎呦呗呗 我肯定会 我又不能跑 我们这北京呢都是 行行行好 好嘞好嘞 麻烦你了啊 再见 你太能喷了 去去去去去 真硬说瞎话 晚上出差啊 上哪儿出差去 赶紧赶紧吃早饭 那怎么办啊这银行这个 催促昏贷款 不要胡喷 您叫什么融合互喷是吧 什么呀什么呀 赶紧吧 吃早饭 不行了不行了 我想一辈子睡过去 你这人就不好 你不要逃避问题 你要学会解决问题 你很大的一个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啊 解决问题就是有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对 那个 你要没有一万块钱啊 要你借给我 我干什么要借给你啊 咱们本事同根生嘛 相见不是 那个咱们同在乌云下 然后又是夫妻 协议上说的 一方对另一方 不发生经济关系 有错东西 对啊 但是你看我做了这么多 不都是为了你们吗 对不对 你看你想想啊 你住在我这房子里 这么长时间了 我找你要过月不吗 没有吧 为什么 咱们是朋友 朋友是什么呢 是这个互相帮助 互相这个 援助对方呢 对不对 你别乐 再说我跟你说 这一切都为了你姐姐姐夫 啊 这个事情跟我姐姐姐夫 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你想啊 我这房子都 别这样啊 这房子我都带给银行了 对不对 万一哪天 这还木上前 银行把房子收了 那你姐姐姐夫怎么办 不就马上睡大马路去了吗 对不对 再说了 人家魏总 魏明同志 找我去给他当司机 这一个月也好几千吧 就因为你不喜欢的 不让我去 那我 我不是就没去吗 对不对 别闹了 你借我点 我最多给你点利息嘛 干嘛 干嘛 怎么了你 借一万块钱 三千块钱利息 一万三 成交吗 不是你讲钱啊 十五 三十 姑奶奶要求你了 十五 三十 二百二 八三六零 八三六零 谢谢啊 来 刷牙 刷牙去 什么牙呀 吃起来少一顿 到现在这个习惯 都没有学会 你们南方女孩怎么这么厉害 这包子快好了 跟我们南方女孩有什么关系 怎么这样这么厉害 我人都说东北女孩厉害 你们南方也挺厉害 打人家可 不要攻击 嗯 马哥 你得够早呀 甭理我 不认识你 还这么记得 废话 舍不起你 我还躲不起你 马哥 你别跟孩子似的行不行啊 我帮你看股票 谁跟孩子 我用不着你 什么东西 我那钱呢 就都跟那股市里砸进去 我也用不着你 哪儿聊会儿哪儿待着去 我得对你负责啊 你看 这负什么责 你看你呀 那孙子样那天就是一欠抽 这东西 你知道你气我成什么样吗 你说怎么着 我也比你多吃点咸盐吧 没大没小 哎呦 这咋怎么了这是 马哥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不是我怎么又不对了 你挣了百分之块三十了 你还跟我这儿急 你给我跟我上上 这行行行行行 小点什么 挣三万了你 废话 我那天不就是琢磨着 我心在这儿赚了点钱 我跟你这叨咕叨咕 你看你那孙子样 什么东西你 哎呦 天哪 来 我讲讲 这到底成不成啊 当然成了 没问题 但是孩子那句话 不让你泡的时候 千万别泡啊 这我知道 不是 那这前期的糕点 到底是多少啊 你跟我讲讲 你好好看吧 你猜呢 黑什么叫我猜呢 你这黑 李漫 你在干嘛 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怎么样 不行 你一定得陪我 一个人多没意思啊 别提了 别提了 我最近啊 一个人住着宾馆呢 你跟你老公请个假嘛 就跟他说陪我 你要这样 我以后不理你了啊 这还差不多 好 我到时候派车去接你 嗯 拜拜 干嘛呀 你今天晚上有事啊 你不是都听见了吗 我约你妈 一会儿吃晚饭 你早点回去 多陪陪你当啊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就不见他们了 你也看出来了 他们不喜欢我 然后也没什么话说 你说说看 多别扭啊 不是 问题咱们俩是夫妻啊 你说你不高兴 你就不见他们了 那他们对你的成见 不就更大了吗 那我怎么办 我不能总求着他们吧 媛媛 你就委屈求全几天不行啊 你想想 我爸妈岁数这么大了 没准这也是他们 最后一次来北京了 何况我妈这个病啊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你就看着 你看我的面子 行不行啊 我求你了 你觉得 你这么做合适吗 那好吧 那就吃完晚饭再说吧 嗯 天哪个人 哎哎哎哎 哎哎 干什么呢干什么 收拾一下你这太乱了 没没没没 这这这这这种活我来就行了 你还喜欢这样呢 这外里斯嘛你都不知道 多活啊 真行 你来坐着坐着 那医生说了不让你这干活啊 这 这 我还买东西回来啊 太客气 哎说啊 这小产也是月子 这有关于你身体 一辈子身体健康 所以你不能干活啊 来来来 来一根香蕉 你看多棒给香蕉 我自己让我自己来吧 别别别 看得出来挺细心的 你不要对我那么好 我这人挺容易感动的 我告诉你 哎 感动什么呀 咱们这不是互相帮忙吗 啊 那个全房给银行了 啊啊对啊 嗯 嗯 嗯 你看你不说我差点给忘了 嗯 嗯 一万三 不要赖账啊 来来来来 还有鱼啊 不是信佛吗 不要乱讲的 来来来 最后一个菜了啊 哎呦 这么丰盛啊 带肉的啊 可以吧 可以的啊 以后这么丰盛的菜 我们可以多搞几次啊 可以啊 搞你个头啊 搞你个头啊 天天要这个样子 我们的房子要不要月供啊 我们要不要孩子了 对对对 有道理有道理 你记得你今天是沾光而已啊 对对对 来来来 欢迎领导讲话 对对 那姐姐就说两句啊 今天呢 姐姐特别特别地高兴 第一 秦岳的身体 慢慢好起来了 第二 姐姐今天要跟杨东 赔礼道歉 这个姐姐嘛 过去有点着急上火 对你诸多误解 委屈你了 姐姐我谢谢你 好好好 来来来 然后大家以后呢 还没讲完呢 就团团约约过日子 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啊 今月多吃啊 来来来来 对你身体好的啊 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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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日子过挺滋润的 这位兄弟 您找谁啊 对对 你干什么 是你老婆是吧 对对对 他就说我老婆怎么了 你告诉他我是谁 是 你说呀 干嘛不说呀 老公 他是谁啊 说呀 这个人我也 不是很熟 他能说得清楚吗 他误会了你知道吗 我误会 不是你想 你识了我老婆都问你装蒜 是不是在这 谁啊 我跟你说啊 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你误解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我误解 我老婆多少跟我离婚了 都是你王八蛋害的 梁北义 怎么回事说 不不不不不 怎么回事 梁北义 梁北义 你误会了你知道吧 我误会 我那天晚上亲眼看到你和我老婆搂搂抱抱 我老婆都承认了 我误会 没有的没有的没有 梁北义 你今天不把我这个事情说清楚 我跟你没完 不不不 老婆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什么呀 你还给我装糊涂是不是 我跟你说没有的呀 还没有 你这个怎么这么不讲道理的 我不讲道理 你这说不可以说 我老婆都给我离婚了 都是你害的 我嫁错你了 我看你老是我在嫁给你 你背着我做那么窝图的事情 我没有的呀 你对得起我 你对得起我 我 我没干什么呀老婆 你还没干什么 我没干什么 你干什么 有完美吗 你是谁啊 你是谁 你干嘛 你管我是谁啊 人多欺负人少是不是 人多欺负人少 是吧 你给我打呀 来 打 打出去 出去出去 干嘛 我找的是 你有完美吗 我拿了一下 你七六十 你怎么办 怎么办 他两杯一勾引我老婆 破坏我家庭 我找他说你怎么了 你行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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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要再哭了 你哭了没有用的呀 我真的 你老婆 我真的什么也没干呀 好 你走 老婆 你 我别让见到你 你走啊你 好好好 你送自己的 你 妹妹 出去 你去吧 你走啊你 好嘞 没想见呢 干嘛呢 妹妹 走啊 什么冤枉的呀 你干什么呢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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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 你骗子 你是个虚伪的人 你骗子 刘佩依我告诉你 好了好了好了 妹 我怎么对你的 我怎么给你过苦日子的 姚姐姐 你这样对我 颜面熟悉的东西 冰着人皮的老 不是的呀 你这样烧自己没有意思的呀 你身体要烧坏掉的 你现在要把身体养好了 养好了我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你说是吧 还有什么可以搞清楚的 人家老公都找上门来了 说你姐夫害的人家 都家破人亡了要离婚了 还有什么可以讲清楚的 我真的什么也没干 我甚至连他的手 都没有摸过一下 我这么老实 这么本分的 我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 你说对不对 那个这是高糖的 这是你爱喝的 你也不相信我 不是 这我信不信你呀 你无所谓 关键是你老婆信不信你 她也不相信 那完了 那你废了 不是我就不明白 你什么都没干人家干吗找你 我是被冤枉的呀 就是 人家为什么不冤枉我呢 你根本就不认识她吗 我们两个就是最普通的同事关系 我们不过就是晚上加完夜班以后 她前我去吃宵夜 然后我顺路把她送回家 我哪里晓得 她的老公 简直就是个精神病嘛 不可以这样栽赃陷害我 我现在是秀才遇见精神病 我有理说不清啊 行啦 你也不是秀才 人家也不是精神病 你跟我这儿解释没有用 反正你回去想办法 怎么跟你老婆解释吧 我跟她解释她也不听啊 你说我怎么办呢 事情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的 我真是冤枉死了 前段时间你还说我没经验 我还以为你经验特丰富 没想到也就那么快料 你说你这闹的 那怎么收场啊你 真是 来来来来我给你讲 好好好 还是准备 你也吃你也吃 吃吃吃吃 这辣子没得 三叔 我妈吃啥呢 你妈 哦 你妈接下来说是要想吃些面条的 我伯母给做面条的 伯母 面条好了没有 好嘞好嘞 好嘞 我送我去 我妈妈送你 走 三叔你们先吃啊 我吃饱了 行好啊 让你妈多吃行 行 反正你去 好嘞 妈 给你做的面条 你最喜欢吃的 吃一点好 不啊 啥都不想吃 妈 你说说你 热是铁 烦是高 你 你得吃饱 你不吃饱咋行的 来 我喂你 不用 太热了 量一下 我再吃 好 妈 厚点呢 有意义 你不吃饱点 衣服 你真是怎么吃的 不吃饱的 我去买钱 你怎么没吃的 你全身争 Every single day 你也会吃饱了 你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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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你以后这日子该炸锅你就炸锅 日子是刺激的 只要能把你刺激的日子过好 就成了 妈 你妈说了 你说你跟她爸 你熟悉一辈子的 你说你 咋摊上这病的你 你别着急啊 妈知道和儿子孝顺 好好治病啊 我都胡思乱想了你 你来的妈是不是你 妈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一辈子也治住了 妈你是你 妈你吧 别哭了 你干身心 儿子 别哭了 初孝在家里妈来的你 到外面那儿麻烦了 夜里梦见你 吃吃吃吃吃吃吃 你吃下来 你吃下来 你这么多浩子嘛 要多吃肉呢 你嘛你光吃 狂刷不行嘛 那个肉做的多浩子 还挤 嗯 那成立子是姜做的浩子 你手还加了撒姜 可能都做得才撒姜 想的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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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饭啊 好 有事啊 当然有事情 本来我不想舍 现在不舍还不行了 你舍你一个党儿媳妇的嘛 你婆婆都冰成个仨样子了 再不成你要松个睡也断个饭的嘛 你这想个仨 不好意思 我最近确实挺忙的 你忙 明明在外面动了这么大的事业 你看看这房子 屋里做了这么大的团场 她都没说忙呢 你一个女人家家的 你一天到晚忙啥呢 你说什么呢 我舍啥呢 我几个党帐的 还不能舍你两句了 你等一会 那我舍完了 还把你弄得不成了你还 你把公公婆婆倒个啥了 你还放在眼里了嘛 你是个啥媳妇嘛 你给为家留下一个苗了 还是干啥呢 还翻来天了你还 你这咋说话呢 三个咋说的 那凭咋不说 你供着她吃供着她喝 她这么大岁数了你都不嫌弃她 行行 你把个媳妇关这个咋了 好了你别说了 你干什么呢 咋嘛你这咋 你爸说了好不好 那为咋不说 天家有这个道理吗 你说完了吗 咋呀 你不要欺人太甚 嗯 我的年龄怎么了 我告诉你 你们现在住的吃的喝的用的 没有一样不是我的 不是你们家卫民供我吃供我喝 卫民你自己跟他们说 从公司到房子 哪样是你的 你跟他们说清楚 你跟 你跟 哎 不是 明明 你要跟我说实话呢 刚才你又破译舍得得自证 明明 一切都自证的呀 你咋能靠一个女人来养活你 爸 咋说 你可远远是夫妻 你不存在谁要和谁 你是你 房子 这公司 都是人家的呀 你都是涉嫌 涉嫌 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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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 也行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不过你放心 就算花再多的钱 我们一定把你管理的病治好 没用啊 现在花再多的钱都没用 看不见 杨师傅 杨总 挺好的 不太好 你随便坐吧 你看杨总 你怎么来看我 怎么还给我带水果 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来来来坐坐坐 来路过 杨总你看 你怎么知道姐夫我喜欢吃水果 她是姐夫 给秦月留一点 给我好像这袋重一点吧 那你现在好点了吗 现在好多了 秦同志还没回来啊 你不要提她 你提她我心里头难受难受得来 杨总 我真是搞不明白 你说我跟她夫妻这么多年了 我怎么说什么话她都不相信我 你说夫妻两个人怎么可以不相信呢 不可以这样子的呀 这事啊也得想开点是不是 你这事搁谁身上 谁能说过也就过去啊 对不对 再说你自己不都说吗 女人得哄 哄开心了那怎么都行 杨总啊道理我晓得点 我跟你说我哄老婆呀 那是一直顶开 各顶各的 但是没有用啊 我现在说什么她不相信我 你说怎么办呢 要不然我跟秦月再说说 让秦月再找她聊聊 好的呀好的呀 那杨总她谢谢啊 别客气 咱俩都是不关系了 要不我先走了 那好 好好好 让东大谢谢杨总啊 慢走杨总 拜拜 佩依师傅 那个你那事啊 我一定帮忙 再见 来来来来来ğim 这粉红 γο捡钱包了多少钱 分享分享 快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才好 不是什么啊 快说 瞧你们这个大家子吗 真够热闹啊 我听说你姐夫了 怎么 也在外面找一小蜜 去去去去 都跟谁学的呀 肯定是你穿上的 不是 我怎么就是我穿上的 就是我招谁了谁了 再怎么梁师傅老实芭蕉一人 那不可能干这事 老实芭蕉怎么了 就老实芭蕉人 才干什么不老实的事呢 有些人啊 想当年不是也挺老实的吗 可不是什么事也都干了吗 你说谁呢 你说谁呢 你是不是说我呢 我还听我可以不说呀 不是不是说说说 那个 我呢实际上 有点什么事想找你找 什么事说的 我 对了我给你买了一兜子水果 少来 无功不受禄 有功 你这多吃点补充维生素 我不要 你巴结我 对呀就是巴结你 想 想关心我就说关心行不行 我就是关心你就赖得 姐姐您下班了 那个姐夫已经做好饭了 就在家等您吃呢 这筷子什么都准备好了 那可乐啊 那可乐啊 干嘛呢 这点出息又 不是等会儿 我出息怎么了 我挺好的我觉得 说正经的 到底找我什么事啊 你这给 我这给我 好 我想借你电脑医务 至于吗 就借了电脑都这么大一圈子 你早说呀 我给你拿去行吗 有上门卡吗 有 不过我那个沙都软件过期了 能管安心的 要不然我那里资料中毒了 就这点事啊 太没问题了 行了 走了 拿着拿着 天啊 天啊 我跟你说啊 以后吃水果趁着我 还不下班啊 反正回宾馆也是一个人 我在这儿再看点资料 我跟你说啊 今天你可以回家住了 我爸 我三叔 都搬上去了 怎么 他们还在生我的气啊 也不是 主要是 考虑 离院近一点 他们搬到 医院旁边的一家旅馆住了 小王的车子 不是给他们用了吗 就住得近一点远一点 又有什么关系啊 老人嘛 不想给咱们添麻烦 你还是回去住吧 我去医院了啊 你什么时候回家啊 这两天我想跟我爸妈一块住 想多陪陪他们 你什么意思啊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 我就想多陪陪他们 不对了 不对 我不反对你去照顾你爸妈嘛 可是晚上睡觉的时间 你总该回家吧 我妈随时都有危险 我离她近一点图个方便 怎么了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就觉得是我对不住他们 都是我不好 可是你想过吗 你那个三叔和你爸爸 用正眼瞧过我吗 总是说我的年龄 我的年龄怎么了 我年龄大也没有用刀子 逼着你跟我结婚呢 还说我什么不给你们 为家生小孩 听听这些话多难听 多伤人哪 我强求过你吗 你没有强求我 可是你对我态度不好 你就是不满 我怎么对你不满了 让我打心眼里谢谢你 瞧不起我们家人 赵元你搞清楚 那是我爸妈 要是我对你爸妈那样 你会怎么想 你放心好了 我父母的事我会安排得很好的 我不会像你这样 强人所难 好 赵元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那是我爸妈 我必须得尽小心 不是 你没做饭呀 我干嘛做饭呢 我要出去 不是 你出去 你也得把饭做了 要不我吃什么呀 心理规定好像 没有说我必须要给你做饭哦 行 我那水果你给我买回来了吗 协议里好像规定 没有说我必须得给你买水果吧 好的 哎 怎么样今天这事 你们北方人叫挺潮的是吧 嗯 还挺潘神的 什么 潘神 行了吧 难得说句洋文 发尚好吗 什么发尚 发尚 发尚 四十一点 什么什么什么 我剩你二百五的样子啊 这你倒说了句实话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我跟你说俩正事啊 嗯 第一呢是现在外边色狼比较多 你要多加小心啊 第二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 看见姐姐姐夫那儿还吵呢 要不你就跟你姐姐说说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凭什么 凭什么要睁只眼闭一只眼啊 那那怎么着 你真让他们俩离婚呢 哎 你们男人发生这点事情 怎么就离婚离婚挂在嘴边呢 我这不爱听 你那个好东西 这大鸡面有点大啊 哎 跟你有关系吗呢 自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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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给我说 不 我不想说 吗 我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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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不过是 普通朋友 对对对 那老婆听我跟你说 行行行 我跟你说实话好不好 说 那个 我 我就是请她吃了几次夜宵 然后顺便地送她回了几次家 仅此而已 我向你保证 我肯定没有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不就是普通朋友 普通同事吗 吃了几次宵夜 送人家回了几次家 就这么简单 鬼才信你 老婆 老婆 你也得想我呀 相信我 我跟你说真的真的 不是 我跟你说 我才不相信你 你冷静一点 我 我才不相信你 不行 你干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呀你 你这 这没良心 没良心的东西 没良心的东西 没良心我跟你窝在这边房子里 我没有啊 你这样对我 你干 干吗 你打呀 你说吧 你说 你打你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齐悦 你好好问你姐夫干了什么好事 跟别的女人 你对得起我啊你 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别别别别 姐姐姐 别别别别别 别上床了 别别别别别 不要不要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 我跟你说 你抓他 不要过来啊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啊 有什么话 我说 你还想干什么 我 我真的没有干什么呀 我没干什么呀 你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 你 你还没讲实话 我别别别 别别别 梁飞翼我告诉你 你再也不跟我讲实话 我就跟你离婚 我 我姐夫啊 你干什么你实话实说呀 好 我实话实说了 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呀 说 不不不 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子的 不是的 没有的 他没有啊 你别擦嘴 对 老婆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子 尽管是这样子的 我们单位呢 有一个小姑娘姓汪 她那业务不太熟悉 那么我是领导嘛 我就适当的帮了帮她 帮了帮 顺便帮了帮她 帮就帮她在办公室吧 你还干嘛吃宵夜 吃什么宵夜 你吃什么宵夜吗你 不是 吃什么宵夜 我跟你说 你不要再乱妞乱妞的 好痛好痛 你别打擦 我跟你说 给我说实话 还有什么 不是我请她吃的宵夜 她那为了感激我 她就请我吃了那么 一眼眼的东西 一眼眼的东西 那要每天晚上吃吧 每天晚上吃吗 每天晚上吃吗 那没有那没有 那绝对不可能每天晚上都吃的 你忘了上个礼拜三 咱们俩在家吃的小馄饨嘛 对吧 我说当时那个猪肉多细 别打擦 吃完宵夜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我没干什么 我就是没有什么 别别别 不要打 别干什么 你到现在还不跟我讲是吗 我跟你说 我那顺便呢 我就我顺便送她回那个家嘛 顺路的嘛 你送她回家 你什么居心 你什么居心 你什么居心啊你 不要打不要打 你居心不了 你知道吧 人家那个汪丽的老公 都看见他们在院子里勾肩搭背 搂搂抱抱 也好啊勾搭人家老婆啊 我没有勾搭背 我我只不过就是顺便的这样子 就就就掺了一下手 就像这样子 就这样掺了掺上手 齐悦看到了吧 一个正常的同事关系 需要这样子吗 要这样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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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子的 真的没有干什么 我鬼才相信你 梁派一 我告诉你 我是看见老实 我才嫁给你 我本来就挺老实的嘛 就堆在这样的破房子里 跟你跟你什么 结衣缩食 跟你过这种日子啊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没良心的 不要打了 我再也不跟你过了 你要干什么 你这几年的 你这几年的 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 我的尾巴没露出来了 那你想什么时候露 不不不不 我没有尾巴 我没有尾巴 我跟你讲 梁派一 我现在 姑奶奶告诉你 我不跟你过 我姐姐 去哪里了 好了好了 姐夫 她现在是在那个膝头上面 还有 你没有什么事情去吃什么饭啊 这种动作以后少做做 你就做了 不是 老婆你不可以走 你怎么 姐姐 那你说你现在是去哪里了 喂 这话 再一下再 你跟我一话 再跟她 你说你去哪里 你干嘛理她 不要跟她讲话好不好 那你说怎么办 你现在不是没有事情搞清楚吗 你着急 姐姐 我不会原谅她 你知不知道我跟她过的是什么日子 省吃俭用都为这个加班 她倒好 骗我去跟别人加班 还跟别的女人去交换 送人回家 她是别人的老婆 要不要脸哪 你的气自己抱成的解释 也像男人当中像老实的 她还老实 老实人还能干这种事情 是 不要脸 更可恶 那你说你现在怎么办 你事情没有搞清楚又离婚 还知道吗 我不要跟她过了 这种日子过得有什么劲 姐姐 喂 吕亮哥哥呀 对对对是我佩议啊 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啊 哦 那个 事倒没有 我就问你 那个晚饭吃了没有啊 哦 没有啊 哦 太好了太好 那个 我 啊 啊 弟妹啊 哦 我老婆她那个 哎呀 我老婆跟我吵架了 她刚刚 我老婆跑出去了 对她她走了之后 我今天也没有人做饭 家里头什么也没有 是是是是 哦 好啊 好啊 我跟你说我今天一天都没吃饭了 我想到你那里啊 这么多饭吃 那个嫂子在不在啊 哦 不在是吧 好好好 那我妈 什么 你在新疆呢 那你说这么多话干什么 再见啊 哥哥 哎呀 哦呦 嗯嗯嗯嗯 哦 这么晚了 还没有吃完饭啊 啊 没有得脱脱 这个可不太好 嗯 你这么晚了 光吃这种方便面 对身体不会有好处的 哦 是吗 那你 你不吃吧 哦 不客气不客气 你慢用慢用 那个 嗯 有事啊 哦 对对 有一个小事情 哦 就是我想问一下 我老婆她妹妹 回来了没有啊 你了 秦远 对对对 她出去了有事 你找她有事吗 她还没有回来 没有啊 哦呦 事情呢都是 有那么一点点 哦 我那想问一下 我老婆她妹妹 你老婆的情况 看怎么样 您您您您坐哪儿坐 我也不知道她说什么 呦 杨冬你你你 你别让我坐 我跟你说我现在 我没有心情坐 我跟你说我现在 心里头想起来啊 我就我就难受难受的 哎 我只要一想起来 那个她她们到现在 没回来 我我真的很着急 我的心情你 你不要呼噜呼噜吃好不好 你体会一下我 难受的心情好不好 怎么着您坐呀 情况是这样子的 嗯 今天那个 你老婆的姐姐 我老婆一回来 就跟我大打出手 然后就闹 然后又掐又挠叨 那你看挠到这儿 都是鞋印子 然后紧接着呢 那个我老婆的妹妹 你老婆就回来了 最后她看了不行 最后呢 你老婆的姐姐我老婆跑出去 然后我老婆的妹妹 你老婆也跟着跑出去了 嗯 那等一下 谁跟谁一块出去了 哎呀我说的这么清楚的 你怎么还听不清楚呀 我老婆的妹妹 啊就是你老婆嘛 你老婆的姐姐 不就我老婆嘛 我老婆跟你老婆 两个人一起跑出去了呀 就是 就是说是 秦月跟秦老师出去了是吧 对呀 你让他没大捐的干什么呀你 那我 那杨东不是那我心里头难受吗 嗯嗯 怎么这么晚了 他们也不知道个什么情况 啊 没事没事没事 人租这么大事 咱就有点时间 来坐坐坐坐 我跟你说呀 这个事情呀 我我想来想去呀 我跟你讲呀 不是他们想象中那样 我真的没有干什么 对不起我老婆的事情 你知道的 我们单位那个小光姑娘呀 她就叫我给她帮了一个小忙 然后呢 她请我吃饭 我呢就陪她吃饭了 顺便的我把她送回家 就这么那事情 我没有干任何的 对不起你老婆姐姐 我老婆的事情啊 这哪能那么轻人饶了她 那当然了 我哪能那么轻人饶了她 这个毛病 不一次给她做到位 跟着她 她还会便宝家里 得寸进尺 那你哪能去哪儿呢 哪儿不好 随便找个旅馆住也可以啊 是哪个年纪住的 但你这不肯定的这些 肯定的这些 肯定的这些 肯定的这些是问题的 做一个算一个人 可这多长时间啊 我也不知道 一个月吧 要不然你先回去 再崩会儿 我有什么消息 就给你打电话 我跟你说我崩不住的呀 我现在心机如焚 你晓得吧 这面也没吃爽 你吃爽了吗 我刚刚吃了三分之一 行了 再来一包吧 杨总不要了不要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也没有心情吃饭 你晓得吧 如果说你食材要给我的话 那我就先拿着 万一要是明天你老婆的姐姐 我老婆她不回来 我明天又是一种口粮嘛 在这泡吧 不不不不 我还是拿回去好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方便面还不要多吃 冬子 冬子 又又又 这怎么着 没打扰你们吧 没有没有没有 那就成 这怎么都吃上这个了 走吧 跟哥哥家里去整两口去 刚吃了半包面 那就甭吃了 走吧 来来来 刘先生 你不要动我的面条 要是吃饭的话 好的 好的呀 走走走走 我想起来了 不可以去的呀 万一要是你老婆的姐姐 我老婆 要是有什么情况 我得在家等她 等谁 她都得吃饭 世人都得吃饭 不是不是 我跟你说我就不去了 走不客气 你们俩什么劲儿的 我跟你说 你们不要强迫我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你不要强迫我 你不要强迫我 我给你走走走走 好了好了 不要拉拉车车好不好 不要强迫我人吃饭行不行吗 你要吃了想强迫的话 你文件可以请 后天可以请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怎么搞的嘛 拉拉车车呢 对不起 你走走走走 你不了解啊 走我们走了 你们俩来少喝点啊 喝点啊 喝点 游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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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知道王磊来找你了 王磊姑娘 你去往后退我后退 你怎么敢来我家里找我呀 你胆子太大了 你晓得不晓得呀 我跟你说呀 你那个老公他太太害得我家破人亡 你晓不晓得呀 我知道 所以我特内疚 我这不来找你解释吗 你不要跟我解释 不要跟我解释 不不不你你你这样子 他这里说话不方便 不 我们出去说好不好 你先走 我们终于保持三米距离 你先走 先走啊 等秦老师家 害他送人家 不是 不是你们想想住的那个样子 明白明白 不用解释 不用解释 我跟你说真的不是你们想想住的那个样子呀 不是 我带先问这儿吧 不就我还你的方便便 不就我 注意安全啊 别乱跑 一个月谢谢 你用的太长了 一个星期半小姐 好 请您交一下两千元押金 妹妹 可不可以刷卡 可以 月 这个钱以后姐姐会还你的 姐姐 我们姐女之前说这个干什么 请稍等 对啊 你这衣服你真能换了又行 那是我家呀 随便什么时候回去 就什么时候回去拿嘛 真不回家了 不回 姐姐收一下密码啊 好好好 小姐 我不要吸烟喽双 我要靠这个比较安静的啊 可以啊 嗯 嗯 不好意思显示余额不足 嗯 我输错了 再输一遍吧 再输一遍 再输一遍 好长时间不用了 我不要对走廊道 好 嗯 嗯 不会错 姐姐这不是什么星期啊 哎呀 睡了 我要安静啊 不好意思 还是余额不足 不可能呢 这卡里没有几十万呢 怎么会余额不足 你确定吗 确定 您卡收好 月 是不是 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呀 怎么回事啊 哎 慢走 秦月 对不起啊 秦月 等等我呀 没了没了 你还紧的 你喝了好好的干嘛 你这么费劲啊 你瞅瞅瞅瞅 你真挂的网上呢 这好被黑客的黑得怎么办呢 你快把这软件给我安上 快 我求求你了 你快点 真讨厌啊 哟喝 还买正网的 多新鲜呀 我一合法好公民 我能买盗版的呢 你跟我学点好 以为我跟你似的 别叫错我 别叫我娘们 花两个钱买一张德网 哎呦 几啥 我来我来 你瞅你呀 你赶紧的 你这网上待半天 哎呦 你脸上好啊 我就不信他这会儿 不是他能亲的 你电脑 亲的还来得及吗 那我亲得了 别那么讨厌 你喝什么呀 我给你拿一个 我喝水 什么水啊 你干吗 你怎么了你 别别别别 那个我 我家里要有事 我先回去了啊 你怎么还有事啊你 对 赶快把那个我安上 我谢谢你了啊 不是 你什么时候有事 你怎么了你 你姐出事啊 你姐才出事呢 你这是怎么了 我问你 卡里的钱呢 我问你卡里的钱呢 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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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样啊 秦远 你 你那钱我一定还你 连本代理还你 我 我 我不会赖你钱呢 行不行 你这就是赖啊 你赶紧赶紧 把钱还给我 你这太为难我了 是不是 这次股市已经下班了 还你那名啊 真是 又要冷静 我还想冷静呢 你太欺诱此理了 我当时卡给你 我密码给你 我就是 我就摊这三千块钱 我就相信你 把卡都给你了 那你自觉点呢 不是 我这是没办法 我一个月还一万多块钱 我这 这么弄钱 那你也不能偷啊 我这不是偷啊 我这是借 借懂吗 有你那么借的吗 你过来 干嘛 你看看我 我现在那二十万挣多少钱 我不懂 已经挣了五万了 我不懂 我要钱你还给我 秦远你必须相信 我这二十万已经挣了百分之五了 这多少钱 好几万了 亏了呢 怎么能亏呢 你太不了解我了 我是炒股高手 我怎么能亏呢 你想想我在外地挣多少钱 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什么概念啊 一百多万什么概念 一百多万什么概念 要听人家一百多万呢 别贪了 我 我那可不是亏 你说的那个我知道 我那是被人骗了 被人骗了 跟亏 那是两个概念 你懂不懂 我懂个屁 陈伟啊 家里有点事啊 今天吗 你们都到了 那行行我马上就过来 你看人都催你了 快去去去吧 迟到了迟到了 那个钱 我还还还还 你先用着 我也知道要不回来 我要用的时候 你还给我 一定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怎么了 我这还 还 我 又我送你吗 又我送你吗 我送你了 不用 不是真的 我就给你送到胡动口 真不用 我现在身无分文 我特别安全 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你 别别别 快打一车啊 打一车 我叫你披达披达那劲 真买一吹就行了 你 你笑什么呀你 我怎么都不能笑啊 我是个男人了 我何必跟女娇合一般见着呢 你是个大男人啊 我怎么没翘出来啊 看不出来啊 太可乐了 甭逗了啊 瞧你刚才找你最没劲 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招惹人家呢 也没怎么招 他就是偷偷拿他二十万买点股票 这还叫没怎么着啊 你这是怎么这样啊你 那怎么 不是你 不是不是你 我这现在一睁眼我就欠人四百多 我这怎么办啊 那你也不能随便拿人钱啊 你知道这兴致多恶劣吗你 什么兴致 你给我炸炸大把 我说明白了 他是我合法夫妻 他人都是我 那点钱造屁啊 合法个屁 你们俩那是假结婚你 我闭嘴 我说东子 你们俩跟着干嘛呢 我等你半天了 没事姐夫你忙吧我先走了 聊天了 聊什么 小杨 怎么着 你喝不喝了 等着你呢吗这不 什么就等着我呢 等我叫你呢 那不是 王磊姑娘啊 你不要老这么扑扑啼啼的 你说别人看见 这不像样子的吧 梁主任 我跟王磊真的过不下去了 我想跟他离婚 你离婚不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对啊 还有你的那个老公啊 他先就认定我是拆散你们婚姻的罪魁祸首 他搞得我后来都起火了 还是起了这熊熊大火 你晓不晓得呀 我知道 所以我更忍受不了他了 我想总不能容忍他老这样欺负咱们吧 什么叫欺负咱们呀 他欺负你跟我没有关系的 你晓不晓得 至于你跟你老公离不离婚 你去跟你老公解释清楚啊 你们离婚跟我没关系的 你晓不晓得呀 我知道了 我听您的 我明天就跟他离 你不要问我好不好 你离不离婚跟我没关系的 我可没有乱讲什么啊 我想你真是 梁主任 我什么意思 难道您不清楚吗 我跟你说我真的不清楚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不清楚我真的不清楚 你要日子过不下去了 我可以等你啊 谁说我日子过不下去了 谁说我日子过不下去的 你刚刚还说你日子过不下去了 我日子过不下去你是说你老公 这可能我日子过不下去啊 我跟你说我日子过得蛮好的 真的我跟我老婆蛮好的 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 那我意思是 万一你过不下去我也可以的 好好好 没有万一的 绝对没有万一的 那个小汪姑娘 你看都这么晚了 你你你先回去吧好不好 我不想回去 我求求你了小汪姑娘 你说这么晚了 这样子你不回去不可以的呀 我真的不想回那个家去啊 你说你不回去 这怎么行呢是不是 你说我跟你讲了这么半天了 你说万一这么晚上 要是我老婆看见我跟你这样 我真的她的黄色都洗过清楚了 我陪着你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的 你不要打岔小军 你大晚上在跟这个女人聊什么 我不 这 这 你是王雷老婆吗 对 我就是王雷老婆 那我前面大晚上跟我姐夫在这聊什么 这关你什么事啊 怎么不关我事情啊 她是我姐夫 她是有家庭的人 你也是我家庭的人 你说为什么呀 你说 你知不知道 要脸两个字 你说谁呢 我说的就是你不要脸 怎么了 好好好我跟你说 你破坏人家家庭你知不知道 谁在猜猜他们家庭 我说就是你 好了好了 那个王雷姑娘 要不要脸啊 你先走好不好 你说走好不好 我凭那么走啊 你让他 你先走好不好 不走 那他不走 你不要怕你啊 你不怕我 那你要脸吗 没没没 你告诉女人两个字要羞耻 妹妹 你这样真的是有梦 你知道吗 王雷姑娘你赶紧先走吧 好不好 梁主任 我听你的我走 我等你啊梁主任 我 你是谁的 你想谁啊 走 你等我干什么 你不要拉着我 妹妹 妹妹不是 我告诉你 真的姐夫 我本来由这个世界上 好男人都死光了 不是 但是除了你之外 但是今天你所有的做法 把我的梦想都破灭掉了 不是 不是妹妹 不是你想想重要的 不是一个样子 你说大晚上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的带上聊 你说什么事情 我没干什么 你没干什么 你还能干什么呀 我都看到了 我是被冤枉的 你冤我什么呀 姐夫真的 我说句实话 我姐姐跟着你很不容易的 你说是吧 什么都没有 你说你有什么 车没有房没有 跟着你租个房子住 你真好意思吧 你今天还在做这种事情 真的 我还问你感到不好意思 真的 我还叫你生姐夫 妹妹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真的 我没什么可 妹妹我们先回家 回家妈妈跟你说 真的 不不不 妹妹你要去哪里呀 这么晚你要去哪里呀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呀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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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 老婆 你干什么 老婆 老婆 老婆你不可以 威力叫声音跟我 跟我 分手啊 你不可以一直离开我呀 什么叫这点事情 你嫌你自己做的还不过分是不是 不是 我 你已经丢人丢到家了 没有 我以后怎么在这个院子里做人呢 老婆 老婆 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的 我跟你说 我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干 什么事情都没有干呢 鬼才相信你 梁沛义 算了吧 不是 那个老婆 老婆 我知道 我知道 打死都不承认 是你们男人常用的招数 我知道了 不是了 不是了 我跟你说 我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干呀 你什么都没干 天天半夜才回家 你什么都没干 还跟人家吃宵夜 送人家回家 还这样掺着人家好不亲热 不是 行啦 你对我都没那么好 不是不是 老婆 老婆 我错了 老婆 老婆 我跟你说 以后我跟谁走我都不拆了 你不要再收拾东西了好不好 我对天发誓 你原谅我钱不行啊 我不跟你过了 你爱跟谁过谁过去 不可以啊 老婆 老婆 你 你不跟我过 你能跟谁过 你 你不跟我过 你不跟我过 我会死的一生干嘛 你一定要跟我过 那你就驱死好了 不要拆我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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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你原谅我 给我一次机会 你都没谅心呢 我怎么跟你过这种日子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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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月 你怎么来了 这是你的 喝手带我去 没事 没事 来 来 好 你又看 没事 我又喝点水 等着我再走 好好会有小心 好 你好 这是我北京的哥们姐妹 这位是余经理 对 余经理 这地儿就不会踏过来 没事 你又给成雷玩 没问题吧 肯定没问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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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给你倒酒 先给你倒 嗯 你忘了 我不喝酒 对不起 我不喝酒 对不起 我不喝酒 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 秦月 著名歌手 就是我跟你说的 我在梦中情人 别乱说 我绝对实话 哎 对了 余经理 还有个事 我们这秦月歌唱得非常好 尤其唱的邓丽君的歌 是吧 跟原唱一样 是吧 是吧 要不然让你们这歌手 长长见识 没问题啊 来 你就别谦虚了 也没了 你给安排 安排 下次吧 下次吧 来一首 来一首 你们行火 你待会就唱一首 好大好大 我先宠啊 我先宠 大家喝吧 来来来来来 干杯 干杯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女歌手 下面我们有请 我们的著名女歌手秦岳 为大家带来邓丽君的名曲 《甜蜜蜜》和朋友们一起分享 好不好 好 好 下面有请著名女歌手秦岳闪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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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